人这一辈子会及时成百上千的人 随着年龄增长 留在身边的人越来越少 时光在不经意间悄悄流走 身边的人来来去去 能够留在身边的人有几个 年轻的时候天不怕地不怕 没有自己摆不平的时和吃不了的苦 你觉得你是超人 你肆意地挥霍着自己的任性和健康 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年过半百的你突然意识到 自己这一生错过了多少沿途的美景 和陪你度过某些难忘阶段的人 人活一生不过百年 年过六十才回首往事叹息 当年为什么没有挽留那位朋友 同时亦或某个相恋过的人 人生没有后悔要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 把握好眼前的人 值得你珍惜和留住的人 为自己的晚年生活增添色彩 巴弗洛夫说过 在世界上每人只活一次 所以应该爱惜光阴 必须过真实的生活 过有价值的生活 深以为然 每个人的人生只有一次 没办法从来 也没办法暂停 关于爱惜时间这一点 每个人都值得去学习 但我想每个人更应该去珍惜一些人 因为时间流逝 可能会让你从而失去一些身边的人 也可能等到你回过头发现要珍惜他们时就迟了 所以在花时间强大自己的同时 也要花时间去珍惜身边的人 在余生请珍惜身边的这三种人吧 父母 毕书敏说 每个赤城忠厚的孩子 都曾相信来日方长 相信自己功成名就 衣锦还乡的那一天 就可以从容尽孝 可惜人们忘了时间的残酷 术欲敬而风不止 子欲孝而亲不在 父母一生辛劳 生养子女实为不易 当他们渐渐老去 我们更值得珍惜和陪伴 我们有一份幸福来自父母 他们给我们一个温暖的家 给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 给我们倍智的问候 给我们最伟大最无私的爱 因为有他们 我们才会成长 才会长大 才会有幸福与欢笑 人的一生 有这样的陪伴是必须的 有这样的陪伴是幸福的 是满足的 一直说害怕自己老去 不是面对自己容颜的畏惧 而是后怕年迈的父母 会因为如此而更见衰老 可是 人的衰老 却又是多少子女 不得面对的现实 唯有 在有限的生命里 在父母健在的每一天 我们能多一些时间 多一些空间 给予父母力所能及的赡养 给予双亲力所能及 心灵的陪伴 要知道这个世界 父母在 家就在 最让人痛心的事 莫过于子 遇养而亲不待 岳云鹏的父亲去世时 德云舍远在德国巡演 得知这个消息后 他有两个选择 一是买机票回国 二是留下来唱五环之歌 回河南老家 就意味着放弃演出 辜负师兄弟们的辛苦付出 却不一定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 他只能咬牙灯台 带给人们欢声笑语 演出结束后 再赶回家参加父亲的葬礼 岳云鹏在父亲葬礼上 常跪不起 泪流满面 试镜中说 父息生我 母息居我 预报之得 好天网集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只有父母无条件的爱孩子 父母为了孩子亲近所有 孩子所能回报的 却少之又少 不要心存侥幸 世上没有什么来日方长 工作再忙 别忘了抽空给爸妈打个电话 应酬再多 也别忘了爸妈还在等你回家 父母在 人生尚有来处 父母去 人生只剩归途 趁现在还有机会 多陪陪父母 多孝敬父母 子女 还正常来说 每个人都会结婚生子 说的俗起点 这也是人类为了繁衍后代 不至于灭族的动物天性 其次 人类作为高级动物 又有着你养我老 我养你小的传统习惯 养儿防老就是这个意思 可是现实生活中 发生的一些事情证明 不是所有的儿女都会给老人养老 看到过太多不善养老人的新闻了 有的把老人逼得实在没办法了 直接把儿女告上法庭 看着法庭上横眉竖眼 虎脚蛮缠 嘴角都冒白沫的儿女 在那颠倒黑白 蛮不讲理的诉说着年迈父母的不是 真是恨不得直接把他们关进牢房 让他们好好反思一下 再看看坐在远高席上的老人 除了沉默就是无奈的哭泣 他怎么会争过他寒心如苦工出来的高文凭 高工作收入的社会精英呢 这样的儿女 不要留也不要去纠缠 他只能给你晚年的生活带来不幸和痛苦 那么 要去哪里找那些有孝心的儿女呢 正所谓人之初 性本善 那些不孝顺的儿女多多少少都是由于父母的溺爱 或者忙于工作而疏于陪伴造成的 要留住孝顺的儿女 为我们晚年生活做准备 就要从儿女们小的时候 给她们树立良好的道德榜样和正确的三观意识 这样你的晚年生活才会享受到子孙绕息 儿孙满堂的天伦之乐 C 是我们生命的延续 清住了我们所有的心血 为了孩子可以清净所有 忍受一切伤痛和委屈 当你老了 腿脚不变 体力不支 身体状况与日俱下 能陪在身边 能给你指望的人 没有别人 只有孩子 68岁的普存心 已经做了老爷 可他说 家里老母亲尚在 一想到要为母亲像 他就不敢老 朴存心的父亲苏明英病离世 母亲甲犬悲痛过度 出现了老年痴呆 他早已认不清自己的孩子 身边全天后不能离人 朴存心照顾老母亲一日三餐 给母亲洗澡 梳头 打扫卫生 母亲睡眠少 经常凌晨才睡 朴存心也陪他熬着 夜里睡觉时 他将绳子的一端 系在母亲的手腕上 再将绳子的另一端 系在自己手腕 这样母亲一有想动 他就会知道 父母对孩子的爱 是天性 孩子对父母的情 是亲情 你养他小 他养你老 人就是这样代代传承 淡旅 从你姑姑坠地开始 你人生的列车 就开始不断地上人 最先上车的是你的父母 他们能陪你到结婚生子 但是不能陪你走完你的一生 这是你想留也留不住的人 随后你开始上学 这时候上车的 就是你的同学们了 他们能陪你走的路程 就更短了 他们有可能因为搬家而离开你 换学校或者毕业而离开你 这些都是你不能阻挡的 等你大学毕业开始工作了 你的同事 领导也会陆陆续续 走上了你人生的列车 这个时候的分别 更是随时都在发生 刚刚熟络的同事 因为工作不开心换工作离开 共是两年之久的领导 因为升迁而离开 或者是你找到了更好的工作而离开 总之 成年人之间的分离 更是犹如家常便饭太常见了 这样你的晚年生活才不会孤独 人老了 父母会先你而去 子女会有自己的家庭 能陪你走到最后 一路不离不弃的 只有老伴 俗话说 家常饭 醋不一 知冷知热解发漆 胡适好酒 江东秀心疼他醉酒上身 给胡适下了敬酒令 某次与教授聚会 别人把酒递到胡适手中 胡适不接 掏出一只戒指 上面刻着接酒二字 不许喝酒 这是老婆的命令 如果被他知道了 会闹翻天了 话里话外 全是甜蜜 江东秀则爱打麻将 打刀顾不伤 给胡适做饭 一次煮好多茶叶蛋 胡适也毫无怨言 反而吃得有滋有味 乐乐呵呵 晚年有老伴在身边 平日里彼此陪伴 生活中互相照应 生病了 老伴担茶倒水 住院了 老伴守在身边 亲朋好友再多再好 毕竟是各过各的生活 只有老伴不离不弃 和自己一条心 与自己倒白头 余生 请好好珍惜对方 当你把真心奉上时 这些感情也会成为 岁月里的光 把所有黑暗的角落 统统照亮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